這個東西叫吸管 吃垃圾不能吃 天啊 我就都會被你們打敗耶 那我要快點就跟海歸哥哥說 吸管不能吃 哎呦 怎麼能吃我 欸等一下 好像船隻在經濟 各位 揮手機把躲起來 充滿冒險的海洋故事 在基隆近海展開 厲害的是所有的音樂 音效 都來自台上的基隆交響管樂團 海底有個家 劇情框架圍繞著基隆豐富的 漁產及特殊的地貌 搭配生動有趣的情節 讓四到五年級的學生 看得津津有味 今天的表演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那個海膽 很精彩 因為他們每 因為他們每一個地方都覺得 我覺得都覺得很搞笑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他能站上這裡 他就已經是最棒的了 感謝基隆市政府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觀看這個精彩的演出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劇場裡面 介紹了許多關於海洋的知識 還有海洋的保育 今天的劇場非常的好看 藝術教育從小扎根 融入樂器 海洋等議題 讓學生不只學習劇場禮儀 培養觀眾素養 還能對自己的家鄉 有更深的認同感 基隆市政府一直很努力的 在推動藝術教育 尤其是文化平權這個區塊 我們希望看完這一齣劇之後 能夠對基隆這個家鄉 對藝術教育的了解 跟海洋教育的了解 有更多的認識 這檔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演出的藝術教育劇場 海底有個家 除了有六場次 給全市四到五年級 四千多名學生欣賞外 12月24號下午兩點半 開放售票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進劇場 欣賞由基隆交響管樂團 與小搗蛋劇團合作的 海底有個家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